理财APP 朱老师您好 A主播及全国听众大家好 是 抢在A股入魔之前 外资早早就布局了 不过今年来上海股市表现却不理想 主要原因是什么 确实今年上海指数到目前为止 大概下跌了6.4% 升级也跌了6.75% 我个人觉得最主要其实因为 第一个经济数据表现平平 因为它第一期经济成长率6.8% 大概跟去年下半年是差不多的 那更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战 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事情 真的是一破胃皮一破右起 这对市场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干扰 尤其是像中兴通讯 它本来会是在这个MHCI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指数成分股之一 后来也因为这个贸易战的问题被停牌 也就是暂停交易 所以相关的这些公司 目前在整个中国市场 有高达230几家被停牌 那显然的这中国市场 目前确实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 上海股市或深圳股市确实表现相对是比较弱的 是我们常提到所谓大中华基金 大中华基金投资的就是两岸三地的产业吗 大中华基金它的参考指标是上海股市吗 是大中华基金呢 一般它只是一个同层 按照它所追踪的指数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种 第一个是参考MCI中国指数 专门投资中国的中国基金 第二个呢是参考MCI中华指数 刚刚那是中国指数 这是中华指数 它是同时投资中国跟香港地区的中华基金 那第三个呢是参考MCI金融指数 它会投资两岸四地 那也就是说还除了香港中国之外 还包含了台湾新加坡 甚至在海外挂牌的中资企业 全部都涵盖这内 那所以大中华基金大概会有这三类 那很明显的我们刚说的这三个基金 其实都不是参考上证指数 甚至严格来看 它跟上证指数的关联性 其实是不大的 所以我们投资人 你要去投资中国相关基金的时候呢 你去看上证指数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我们用实际的数据来看就知道 像今年到目前为止 上证指数大概跌了6.4% 那深圳大概跌了6.75% 可是如果你去看MCI 我们刚说的那三个指数 目前为止大概都有两到三%的涨幅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今年你去买大中华相关的基金 你大概还是会赚钱的 可是你看到上证指数 却表现其实不良不好 那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我们刚说 它涵盖的范围其实大不相同 尤其我们知道A股现在才要入膜 换句话说MCI指数原本里面并没有A股 可是上证指数跟深圳指数 其实是以A股为主 那在表现上其实就会差很多了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看 像去年上证只涨了6%多 但是MCI的刚刚说的三个指数 涨幅都超过40% 那甚至MCI中国指数还涨了51%多 那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它涵盖范围不一样嘛 那以去年来说 中国股市小涨而已 但是台湾香港甚至美国 尤其美国科技股去年涨了非常的多 那很多的中资企业在美国挂牌 那这个数量是将近200家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知的 阿里巴巴 它就是在纳斯达克挂牌 光去年它的股价就涨了将近一倍 而MCI金融指数里面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 里面居然美国的比重高达15% 可是实际上MCI指数当中 中国的比重原本才0.05% 大家觉得很奇怪 不是大中华相关指数吗 怎么中国的比重才这么低 那其实就是因为 最主要是A股有没有纳入的差别 所以说投资人 你要去投资大中华基金的时候 你应该参考的是MCI相关指数 而不是上阵指数 是 那提到MCI 它把A股纳入全球 及新兴市场指数 第一波纳入 各国就有244档 老师觉得这个吸金的效应有多大呢 是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就是 一般市场预估 大概会有1000亿新台币左右的资金 会流入 因此流入中国 那听1000亿新台币 好像听起来大家觉得非常的多 可是你要先了解到 中国股市的规模有多大 那中国最主要的上阵跟深圳 这两个市场 你以它的总市值来看 其实高达55兆人民币 那55兆人民币换算成 台币现在的汇率 大概超过250兆的新台币 所以大家想想 我1000亿的资金 丢进250几兆 新台币的市场 你说这个影响会大吗 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从第二个问题来看 为什么会这个资金目前进入的比重这么少 是因为MCI 它在6月1号起 虽然放入了234档 但是这个成分股 在初期只占它实际上应有的比重 只有2.5% 那换算起来 真正占整个MCI新市场的比重 其实只有0.39% 那到9月份的时候 它会进一步提高这个权重 但是也只从原本的2.5% 调高到5% 换句话说 中国A股虽然纳入了 但是因为它目前并没有100% 去使用它的权重 目前只有2.5% 到9月份也只有5% 要真正到100% 把这个权值全部算进去的话 才是真正的有影响 可是这个时间要非常非常的长 因为MCI迟迟不愿意纳入 其实是因为它觉得 中国市场有非常多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停牌 这就是MCI非常care的一个事情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股市要因为入膜 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可能还要好几年的时间 所以老师刚刚提到这个大中华基金 其实是参考MCI指数 在A股入膜之后 虽然它的比例是慢慢慢慢的调整 那大中华基金的话 它渴望慢慢慢慢会有一波涨幅吗 这个时间要蛮长的 就过去的经验来说 像以台湾 台湾是在1996年9月纳入MCI指数 那可是要经过了整整9年 台湾是经过9年 才把这个权重慢慢加到百分之百 那韩国的经验呢 也大概花了7年 那现在中国一样的情况的话 我想超过5年以上 才把这个权重 全部调到正常的权重 是必然的 而且还不是说一定就会调 最主要是因为 中国目前的很多股市的流动性 还是有问题 譬如说现在外资要进入中国 其实还是有限制 即便它有护港通深港通等等的这些管道 但是它都不是完全畅通 像护港通深港通 它都有投资标的的限制 那外资还有投资 不能超过30%的股权的上限比重 等等的限制 所以让MCI它没有办法一次就把这个权重调高 所以这个大中华基金 你要说它要大涨 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 从去年一年前宣布要把A股纳入 一直到现在其实入股的表现都是平平的 甚至今年我们刚刚讲到 与上阵来看还跌了6%多 最主要其实了解这个指数的人就知道 它不会这么快 它要好几年的时间 而且再加上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 它中国如果没有办法去解决 对外资的限制等等这些问题的话 MCI还不见得会把权重逐步调高 所以短时间之内 大中华基金不太可能因为A股落膜 有一波大涨 如果不太可能的话 投资人需要上册吗 那其实我们不能只看A股落膜这件事情 应该是要去看说中国有没有其他的效应 譬如说中国股市就我自己长时间的观察来说 它比较重要的还是在于基本面 或者是政策面 譬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护港通深港通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在14年15年中国股市曾有一波大涨 那时候就是因为他去实施这些政策 所以你今天要投资中国 你要看的其实不用单指望这个A股落膜的事情 而是回归到中国有没有又有一些政策 或者像我们在这一两年 大家也常说的像一带一路 这些都是一些很重大的政策 那当有一些政策进来的话 中国股市就会有一波的上涨 我觉得投资人其实就多去关注 去了解中国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 那这些政策会影响到哪些族群 我想这才是投资比较关键的问题 而不是在想说这个A股落膜的效应 那老师目前台湾人针对A股落膜所发现的基金 这我比较好奇的地方 是那MACI这一次这个A股落膜 因为这件事情 其实MACI帮中国编了一个全新的指数 叫MA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 那目前国内是有一家投资 已经取得MACI的授权 那他也就针对了这个指数 正在募集基金 可是实际上这次上市 可能要6月底7月初之后了 所以以目前来看是没有 但是6月底7月初之后 可能会有一档 真正针对A股落膜的 是老师如果想投资 不是两岸三地的产业 是跟台商相关的中概股 又有什么基金可以选择呢 是那以目前台湾人针券交易所编制 有一个叫做台商收成指数的 那这个台商收成指数 就是针对这些基优的中概股 所编制的一个指数 那如果以完全去追踪 这个指数的基金的话 其实是有一档 那如果用更广义的角度来看 就是只要是中概股 不见得是这个指数的 那相关的这种专门投资 基欧中概股的基金 大概有7档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投资人 可以去参考的 可是最近啊 中国经济成长变慢了 又有中美贸易大战的变数 这个大中华基金 或者是中概股相关的基金 还值得投资吗 我觉得若以中长线来看的话 目前确实不太有 长线的投资机会 最主要我们第一个看到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其实还在慢慢下修 像去年它成长6.9 今年预估只会有6.5到6.6% 好 所以基本面看起来不太适合投资 但是呢 就我们刚刚说的 它其实政策面 才是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当有像铺港通 深港通 一概一路之类的 这些重大政策出来的话 中国股市它可能就会有一波的 短线行情 像14年15年 它可能一年内可以涨个780% 抱歉 560%左右 那这就是一个行情 所以投资人我会建议说 目前以短进来说 会比较适宜的 那未来如果有经济有逐渐 开始已经足底回转了 或是有些重大新的政策出来之后呢 投资人再来考虑长线布局 好 今天非常感谢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 朱岳忠助理教授说明 谢谢朱老师 谢谢 谢谢